在Part 4里面的话,我们主要来针对弹簧的应用以及分类来做个介绍 弹簧,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拉力弹簧 它的特征的话,它是有两个圆钩来承受我的轴向的拉力 第二个是压缩弹簧,特征的话是在两端给它磨平,来承受轴向的压力 第三个的话是扭力弹簧,它是在扭转方向的一个受力 第四个的话是平板弹簧 弹簧它的主要功用的话包括了吸收振动以及缓冲的功用 它也可以来做力量的良度,这个是因为虎克定律 我们知道说F等于KX,F的话是力量 K的话是弹簧常数,X的话是变形量 第三个的话是压力或者运动的限制 第四个的话是储存能量,扭力弹簧 像是小时候玩的玩具车 第五个的话是来做力量的分配以及平衡 那我们再压缩弹簧的两端给它磨平 其他的目的的话是来增加接触的面积 自动化机械上面使用弹簧的目的之一 是来产生作用力,维持机械接触的状态 在机械系统当中,弹簧它的主要功用是来吸收 机械顺动振动的一个能量 利用弹簧的产生的作用力来调整机械的位置 或者是来保持机械接触的状态 另外来讲的话就是力量的良度 它本身来讲的话并没有增加机构刚性的功能 弹簧的分类也就是说我利用这些弹性材料来制成我的弹簧 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依照材料的形状的话可以把它分成 线状的弹簧跟板状的弹簧这两大类 线状的弹簧就包括了压缩弹簧、拉伸、扭力、锥形弹簧等等 板状的弹簧包括了单片弹簧、扭形弹簧、叠片弹簧、螺旋弹簧、动力弹簧 轻型弹簧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压缩弹簧 它用途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最广泛来使用的 我们常把弹簧的两段给它磨平 那我们来增加它的接触面积 那受力的方向的话是一个轴向的压力 各位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压缩弹簧 我们在两端给它磨平 受力的方向的话是在我的轴向的压力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压缩的作用 第二个的话是拉伸弹簧 又把它称之为拉力弹簧 这个个圈的话弹簧的这个线 弹簧线我们把它紧贴在一起 把它形成一个螺旋状 在两端的地方利用一个挂钩 通常来使用在拉伸的建生器 刹车的踏板 那受力的方向的话是一个轴向的拉力 这各位可以看到它在特征的话 在两边或者是一边它有一个圆钩 用来作用的一个位置的话是一个轴向的拉力 第三种的话是扭力弹簧 那我们受力的方向的话是在扭转的方向 我们常常把这些扭力弹簧的话 把它应用在家电产品 书夹里面 它的受力方向的话是在切线的地方 像是各位看到它有扭转 那这边也是 那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属于扭转弹簧 第四种的话它是一个锥形弹簧 它受力的时候 它的大磁径的变形量比较大 而且可以把弹簧压缩到最低点 形成一个圆圈的形状 比如说我们在沙发椅或者是手电筒 后面的弹簧用来盖上弹簧的这个 盖上电池的这个弹簧 来压紧的这个弹簧 就是属于这种锥形弹簧 它的特征的话就是 我到时候把它压缩起来之后 它会把它压扁成一个扁的形状 彼此之间的一个线跟线之间的话 并不会互相干涉到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板状弹簧 板状弹簧第一大类的话 是一个单片弹簧 它是使用金属板来制成 那这个负荷比较小的状况之下 那这是一个平板的一个弹簧 常常把它用在一个开关 插座或者是指甲刀上面 敏心弹簧的话 又把它称之为圆盘弹簧 它是用一个薄片冲压而成 那中间有一个圆孔 那负荷会可以比较大 可以使用在大负荷上面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样一个明形弹簧 它是具有一个圆弧的一个形态 叶片弹簧的话 又把它称之为叶片弹簧 它用竖片不同的 具有不同趋度的弹簧钢所组成 在承受压力的时候 弹簧会变形来储存能量 并且来吸收振动 常常在我们的小货车上面的话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叠片弹簧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很多的弹簧钢 把它组合在一起 很多片 然后它具有不同的区率 那组合在一起之后 它可以来吸收振动 接下来来看到 窝旋弹簧 又把它称之为锥形窝旋弹簧 有自行减震的效果 摩擦可以来帮助抵消轴向的负荷 那减少来回弹的时候 的一个作用力 来达到减震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叠片的话 它是在一个 它也是把它螺旋起来 然后到时候它受力的方向的话 是在这个方向 上下的这个方向 接下来看到动力弹簧 然后我们用使用比较长 然后比较薄的薄片金属 把它绕成一个螺旋状 来作为储存能量的一个功用 那因为利用金属薄片来制成 它的储存的回弹力比较大 我们可以来把它当成是一个 钻床上面的弹簧 或者是玩具的动力弹簧 我们把它制成一个螺旋状 来使用 在Part 4里面的话 我们只要来针对各式各样的弹簧 它的分类以及它的使用时机 来做个介绍 希望各位同学对弹簧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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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